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阴谋与爱情 太过用力的爱情 是一场灾难 著名情感节目主持人 土磊说 爱情中真正的悲剧 就是痴情与自私相伴 深爱与固执相随 一旦爱到不能自拔 荒诞无知便泛滥成灾 现实生活中 恋爱脑的人确实不少 这种人一旦爱上 便不管不顾 往往爱的死去活来 惊天动地 其实 世间真正的爱情 往往静水流深 朴实无华 可不幸的是 有些人爱到尽头 无法收场时 都未必能明白这个道理 德国文学巨匠 希勒在其代表作 阴谋与爱情里 就为我们塑造出 这样一个任务 男主角斐迪南 与平民之女 路易斯相爱 受双方家庭阻挠后 因怀疑路易斯 移情别恋 冲动之下 亲手将其毒死 自己 也随之自杀身亡 这种用力过猛的爱情 注定是一场灾难 不仅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 正如张小贤所说 深情 是我承担不起的重担 收放适度 别让爱成为稚骨 这才是爱情 最好的归路 没有现实感的爱情 终将昙花一现 故事发生在 十八世纪的德国 当时的德国呢 由许多小邦国组成 菲迪南少校是 其中一国宰相的儿子 他家世显赫 身份尊贵 但却不顾一切爱上了 平民乐师家的女儿 路易斯 路易斯的父亲 害怕自己的独生女儿 被权贵玩弄 坚决不同意 甚至下定决心 宁愿拿着小提琴 去卖一讨饭 也不会用我独生女儿的 灵魂和幸福 去换钱 他不允许菲迪南 到他家里来 还打算亲自去 请求宰相 中断他们的关系 宰相得知 这一消息后 好言好语 用大好的前途 诱惑劝导菲迪南 毕竟 对贵族阶层来说 婚姻是小 虔诚是大 宰相早已为菲迪南 安排好了政治联姻 可任性的菲迪南 根本不听父亲安排 他坚定地 要和路易斯在一起 劝说无效后 宰相只好带着 一帮人到路易斯家 当着菲迪南的面 羞辱路易斯是妓女 还企图抓走路易斯的父亲 菲迪南逼急了 无可奈何之下 他威胁父亲说 如果这样 那谁也别想好 我要在全国人民面前 揭穿你用阴谋手段 害死前任宰相的事 宰相一时没辙 只好暂时放过了路易斯一家 新结婚时代里有句话说 婚姻要门当户对 或者说要条件般配 不能只凭感情 再深的感情 在门不当户不对条件上 不般配所带来的生活琐碎中 也得给磨眉了 而菲迪南和路易斯 所处的时代 还是封建社会 等级森严 贵族与平民之间通婚 可是犯禁忌的大事 最关键的问题是 路易斯对此又清醒的认识 他曾说 我明白 我和菲迪南之间 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只有在门第 和出生的差别消失之后 我们才能得到爱情和自由 因此 当菲迪南想要与他一起私奔时 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们年少时 都曾天真的认为 爱情 只要那天阳光正好 他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 就足够了 长大后才明白 没有现实基础的爱情 终将昙花一现 即便绚烂一时 也难经日光考验 没有信任感的爱情 是一件易碎品 宰相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郑愁苦无济世 宰相的下属来给他献祭 说要让菲迪南和路易斯 分开很容易 只需把路易斯逼上绝路 离间他们两人的感情 就可以了 于是宰相 现二人在全城散播 菲迪南要结婚的消息 然后亲自带着法警 去路易斯家 把路易斯的父亲 抓进了监狱 正当路易斯心急如焚时 宰相又派人上门 对路易斯说 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父亲就能马上回家 面对全市的压迫 路易斯别无选择 他只好听从安排 由宰相亲自口授 写下了一封 与别人优惠的假情书 并按宰相要求 向上帝启示 不向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 包括菲迪南 俗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这封情书 在宰相的精心策划下 顺理成章地 被菲迪南捡到 贵族公子爱冲动 不理性的毛病又反了 他看完信 先是目瞪口呆 后是四处狂走 嘴里还不停地痛骂 路易斯 这个天使面孔 魔鬼心肠的 淫妇荡妇 你竟然背叛了 我们的爱情 他像一头狂怒的狮子 向路易斯家狂奔而去 当菲迪南 眼露凶光地 冲进路易斯家时 路易斯正因假情书一事 满怀愧疚与悲伤 他自感 名誉扫地 无言面对菲迪南 一遇一了百了 但菲迪南根本不理会 路易斯的神色 他把信狠狠地 甩到了路易斯面前 用审讯犯人的口气问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路易斯面有难色 最终只好承认 那封情书 确实是他写的 对菲迪南来说 路易斯的难言之隐 就是变心的有力证据 他的绝望达到了顶点 爱情曾经有多美好 现在就有多脆弱 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如果再加上外力搅浑水 那么这份感情能否走下去 考验的就是两个人的信任度 和同心力 罗伯顿曾说 没有什么绳索 能比爱情拧成的双骨线 更筋拉筋拽 很显然 菲迪南口口声声说爱路易斯 但他的手中并没有这根 筋拉筋拽的绳索 相反 正是其内心的信任缺乏 才让宰相的阴谋 有了可乘之机 没有信任的爱情 就像一件一碎品 也许好看 但不堪一击 太过用力的爱情 是一场灾难 绝望的菲迪南 彻底失去理智 他决定 亲手杀死这个善变的女人 菲迪南跟路易斯 要了杯柠檬茶 他一边咬牙切齿地 痛骂路易斯 是魔鬼 是毒蛇 一边将早已准备好的 披霜倒入杯内 喝了毒药的路易斯 不一会儿 就药性发作 眼看就是生死两别 痛苦的路易斯 决定说出真相 他对菲迪南说 那封信中的每一个字 都是你父亲口寿 让我写下的 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 顿时将菲迪南打翻在地 大错筑成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美丽的路易斯 就在他面前 停止了呼吸 菲迪南心如刀角 他抓起杯子 喝完了路易斯 剩下的柠檬茶 当宰相带着一帮人 急急忙忙赶到路易斯家时 一对狼才女貌的恋人 一双双死去 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 刀狼 有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 叫冲动的惩罚 冲动就是魔鬼 它让多少爱情 从最初的甜蜜 最终成了不可收拾的 一地鸡毛 莎士比亚说 真爱之路从来就不平坦 但出生富贵之家的菲迪南 在他的人生字典里 可从来就没有 做不了搞不定的事 他没有意识到 爱情可以与贫富无关 与地位有关 但必定与两个人的信任 与理解密切相关 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无尽处是春山 他不顾一切地追赶爱情 追赶的尽头 不是春意盎然的大山 而是真切的死亡 得不到的 别人也休想得到 这不是爱 而是赤裸裸的 自私与战友 爱情中不讲技巧 因为是蛮力 只会将所爱之人 从自己身边推开 将原本的幸福 推入悬崖 我们很难想象 菲迪南在最后 躺在路易斯身边的那一刻 是怎么想的 他的爱情 是否有了更深的两物 但是读故事的我们 一定懂得 爱情 原是一件美丽的瓷器 它需要精心呵护 醉气用力过猛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爱情并非全部 短暂的挫折 短暂的分离 也许只是命运安排的一次考验 路有千万条 爱有千万种 但为什么有的人 能顺利收获幸福的爱情 而有的人 却注定 一地狼藉呢 人生海海中 有句话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爱人是一种 像体力一样的能力 有些人天生在这方面 肌肉萎缩 而故事中的斐迪南 就属于这种 爱体能缺乏者 看上去天不怕地不怕 实质上 简单天真 偏执轻信 毫无同理心 张爱玲说 生在这世上 没有一样感情 不是千疮百孔的 爱情同样不可能 十全十美 只有拥有 爱体能的人 才配得上 美好 无瑕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 无非是建立在 现实基础上的 双向本腐 只要互相理解 互相信任 不过分疏离 不过度用力 那么幸福的彼岸 就在不远处等你